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9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个比较长的专题叫 统计局数据彩装无效,中国经济遏制化前景已成共识 国家统计局昨天有个记者会公布第三季度的数据 这个数字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应,整个外界的反应是怎样,在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10月19号直播一的要文简报,第1个法新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0月18号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 乘坐空军一号这个专机返回美国 拜登在空军一号上同埃及总统赛西 通电话通了半个小时 拜登在飞机上对记者说,赛西已经同意开放 拉法口岸 让第1批救援物资进入这个加沙地带,那么联合国将会负责 派发 援助物资的工作 由于需要时间修复拉法口岸附近的道路 第1批救援物资最早要到10月20号才能通行 第1批救援物资包括20辆卡车 拉法口岸现在有150辆左右的救援卡车正在等待 拜登说如果哈马斯拿走救援物资或者是阻止物资进入加沙 运送救援物资的行动就会结束 联合国富米长 格里菲斯说 加沙目前每天急需100辆卡车的救援物资 另外塞西10月18号和德国总理朔茨在埃及举行会谈 塞西会后说 拒绝让巴勒斯坦人进入加沙 从加沙迁移到西奈半岛 塞西说巴勒斯坦人可能转移到以色列 的内盖夫沙漠直到冲突结束 此前以色列已经允许人道主义援助从埃及进入加沙南部 不过埃及必须确保没有任何援助物资转移给哈马斯 另一方面400多名抗议者10月18号下午 占领美国国会 要求议员和政府推动加沙停火 这次集会是由两个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团体组织的 这两个组织叫做犹太和平之声 和若非现在,抗议者从不同的入口 进入众议院坎农办公大楼 在圆形大厅集合 坐在大厅的地板上高举横幅 上面写着停火,让加沙生存等字样 大厅外面还有人高呼口号,并且用西布莱语 和英语唱歌 国会大楼内不允许举行抗议集会,抗议组织者说 有300人被捕,三人被控袭击警察罪 这是第1第2 美国海军时报报导,美国海军宣布第6舰队指挥舰 惠特尼3号 已经起程前往 已经前往东地中海,防止以哈战争导致地区紧张局势 惠特尼3号具备先进的指挥控制和通信情报能力 是2011年北约利比亚行动的指挥中心 美军 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上个星期已经抵达东地中海 艾森豪北尔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前往 以色列和加沙附近的海域 和福特号汇合 此外,巴丹号两栖攻击舰搭载第 26的陆战远征队 也在前往以色列的途中 另外 美国iNews报导 英国iNews报导,英国政府计划把特种部队 被哈马斯绑架的英国公民 特种空情团有破坏专家的称号 目前正在和以色列侦察部队 美国陆军三角洲部队一起收集情报 德国图片报导说,德国正在向塞浦路斯派遣军队 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参与 加沙或者黎巴嫩的行动 另一方面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9号公开视频显示 以色列军队向加沙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 歼灭了多名恐怖分子 包括一名哈马斯高级将领 CNN报导说 黎巴嫩真主党10月17号沿着黎巴嫩边境对以色列国防军发动攻击 以色列国防军反击 10名真主党武装分子被打死 那么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真主党比哈马斯强10倍,以色列不想扩大战争 但是必须做好准备,第3,这是说给拜登听的 第3,塔斯社报导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0月19号和朝鲜外相 叫崔善基在朝鲜举行会谈 拉夫罗夫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 并承诺俄罗斯完全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拉夫罗夫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金正恩9月13号 在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 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 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新的战略高度 两国现在的任务是确保 达成所有的协议得到充分执行 这次访问就是为了毫不犹豫地开展这项工作 此外,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0月19号在平壤 会见了拉夫罗夫 双方面谈了一个多小时 但双方没有透露细节 拉夫罗夫访问朝鲜是为普京访问朝鲜做准备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 10月13号表示 从9月7号到10月1号 朝鲜向俄罗斯运送了1000多个集装箱的 军事装备和弹药 用于乌克兰战争 外界担心普京访问朝鲜 会得到更多的武器援助 第4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韩国统一部的官员10月19号表示 朝鲜老百姓长期吃不饱肚子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家 却每年要花费几十亿韩元购买奢侈品 金正恩2011年执政以来在公开活动中 用的都是高档货 从服装到手表到笔 到他的包包 9月13号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带了瑞士万国表 百涛飞诺 自动表 最高售价7000美金 使用的是德国名牌的钢笔 金正恩夫人 金正恩的夫人李雪祖 戴的是瑞士 模凡驼手表 他的女儿金主爱 金主爱是 迪奥外套 售价1900美元 金正恩妹妹金与正拿的是迪奥手提包 售价是7500美元 韩国官员说 朝鲜的秘书 朝鲜的秘书史挑选好奢侈品 然后由中国俄罗斯或者是驻欧洲使馆的工作人员购买 然后运进朝鲜 金正恩和家人炫耀奢侈品的照片 被刊登在劳动新闻等朝鲜官媒上 毫不在意普通居民的看法 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萨尔蒙8月17号 向安理会通报 朝鲜领导人一再要求公民,他的公民勒紧裤腰带 甚至要求他们挨饿 以便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开发核武器和导弹 第五 共同社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 10月19号在记者会上说 中国10月中旬以间谍罪正式逮捕了 安斯泰来的日本高 安斯泰来公司的日本高管 这名高管今年3月结束在中国的任期准备坐飞机回日本 在机场被北京市国安局扣留 这名高管是北京 是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的知名人士 他被拘捕的消息给在华日本人带来很大的震撼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8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 证实了这个消息,毛宁说 这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被中国官方 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宋远博一表示,日本政府将会继续通过各个层面的努力 敦促中国尽快释放这名日本人 中国新版的反间谍法7月1号生效 新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活动的范围定义 正常的互动都有可能被扣上 间谍的帽子 第六,法广报道 泰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罗森伯格 10月19号 在台湾召开记者会 罗森伯格表示,美国长期支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不会因为世界上其他的事件 有所影响 也不会因为尾巴局势影响对台军售 支持台湾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 同时也是美国国会的首要任务 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 美国正在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 给台湾军事资源 按照外国军事销售制度 对台军售500亿美元 使用总统拨款拨款权 提供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通过外国军事融资计划以及军事教育训练 向台湾无偿提供军事物资 军事资源 罗森伯格这次访问台湾 会见了台湾总统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那么还会见了赖清德、侯友宜和 柯文哲 他强调 美国不会在台湾总统大选期间 选边站也不会,不论是谁当选 美国对台政策都不会改变 美国也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选举 第7 路透社报道 荷兰芯片制造商,设备制造商阿斯迈尔表示 美国10月17号收紧了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 阿斯迈尔不能够再向中国出售 深紫外光的光刻机DUV 那么禁止对中国出售深紫外光光刻机的型号 是 1980DI 可以生产先进的电脑芯片 以及中阶和较老的芯片 荷兰政府今年公布的禁令中不包括1980DI 出售这款光刻机不用申请 许可证 但是美国新的出口禁令 包括了这款光刻机 阿斯迈尔的中国业务占营收的15% 阿斯迈尔总裁 维尼克说 中国芯片生产商对于光刻机的需求量很大 美国的出口限制不会对阿斯迈尔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另一方面美国的出口限制还包括 英伟达的4090芯片 这种芯片是一般用作显卡 也可以用作低阶的人工智能运算 美国新的出口限制加入了芯片运算能力作为指标 使得4909芯片也被纳入了限制范围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美国商务部10月17号 宣布扩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 淘宝京东等网站紧急下架了英伟达4090显卡 那么电商平台出现了 只出售第1级的4070显卡 界面新闻报道说在深圳的华强北 和上海的徐家会太平洋数码城 英伟达的4090显卡 明显涨价 从13000涨到了3万 涨了涨到了4万 那有商贩说4090显卡 不是因为市场需求增加而涨价 而是因为很多人在同货 准备炒高获利 美国出口限制是禁止向中国出口 4090芯片 但也可能影响到这个4090显卡 那么中国就是基本上是靠 就是这些涨价主要是因为炒作 第8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众议院 中共战略特殊委员会正在准备 调查红杉资本对中国人工智能芯片 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投资 众议院要求红杉资本提供信息 内容包括 在中国投资的每一家公司的业务金额 投资标准 投资负责人的名字 今年6月 红杉资本进行了全球业务重组 这家公司分拆成三家公司 中国业务的名称是红杉中国 英文名称是红杉 那么另一方面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10月18号举行年度中国论坛 众议院中共特赦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发表视频讲话 他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只是个怪兽 出台的许多政策 使得世界变得更危险 中共不仅威胁台湾和印太地区 也对美国主权构成危险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 克里希纳莫提说 习近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的偶像是毛泽东,习近平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 中国受到压迫 习近平对世界的看法是一分为二 不是以细致入微的方式区隔 这种看法很危险 第9 第1财经报道,中国连续5个月 减持美国国债 8月份又卖了164亿,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债 8050 8054亿美元,是中国持有美债 第2嫂的月份 2009年6月,美国持有的国债最少是7764亿美元 那么从2022年4月开始 美债持仓低于1万亿美元 那么到去年8月 从去年8月到今年2月,连续7月减持 那么今年3月减持203亿 4月减持 从 3月增持了203亿 4月到8月,连续5月减持 那么中国在减持美债,但是日本跟英国却在增持美债 日本8月份增持了37亿美元 持仓规模达到11162亿美元,是美债最大的持有者 英国8月份也增持了357亿美元 达到了6981亿美元 持仓规模位列第3,美国财政部报告 指出,8月份海外流入美国长期证券的资金 613亿美元 高于7月份的 456亿 那么中国外户管理局公布 截止8月底,中国的黄金储备 1974吨 将近2000吨了 增加了26吨 非常大的数目 连续10个月增长 就是卖掉美债,买黄金,这是人民行 的策略 第10 特斯拉10月18号公布第3季度财报 营收233亿美元,同比上升9% 利润18.53亿美元,同比下跌44% 特斯拉的营收上涨是三年以来最少 那么特斯拉第3季度生产了 43.4万辆车 交付了43.5万辆车 电动皮卡 将会在11月30号 开始从德州工厂交车 马斯克说 特斯拉今年将会生产 80万辆电动车 保持50%以上的 长期负荷性年增长 不过特斯拉 不过马斯克担心高利率 会影响汽车销售 Model Y电动车虽然降价,但是车主的供款 因为加息上升 结果消费者购车成本并没有减少 同时 银行发放的贷款也变得省慎,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既是有收入 也没办法获得银行贷款 11 沙海政权报报道,国家新闻出版署 最近发出关于落实网络游戏精品出版工程的通知 通知要求加强网络游戏的正向引导传播正能量 通知列出了五个 网络游戏发展方向 第一个正确价值观 要融到这个剧情当中去 正确的价值观就是中共的价值观 那中共的价值观是扭曲人性的价值观 这是第1,第2 推出一批传统文化的题材,就搞古装的了 第3 让玩家体验发展中国,大美中国的概念,就是洗脑了 第4 操作失误 把正确价值观,第4就是用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技术 那么聚焦虚拟现实 第5 游戏中要体现价值追求,构筑 和平发展,合作共研的世界观 基本上就是 要把一个游戏 装进去这么多东西在里头 这个游戏就变成一个洗脑游戏 12,建英国际 是一家香港的投资银行 10月18号 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 海南控股的主席于平海个人破产 案件将会在10月19号开天审理 起诉书显示,建英国际在2021年3月 没有收到BBI公司本金 和利息3.8亿港元 那么于平海是这笔债券的担保人 在此之前 南海控股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 那今年5月 德勤会计市事务所接管了于平海 持有的45.8%南海控股的股权 就等于把他的股权全部拿走了 那么港交所将会在10月31号 取消南海控股上市地位 股份不可以公开交易 那么这次不仅仅是南海控股 就是没了 就是于平海已经失去了南海控股 同时于平海会被申请破产 那他会变得一无所有 13 香港零一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 10月25号发布将于12月25号 10月25号 发布施政报告 他提出 给每个新生儿2万港元的营生钱 鼓励香港市民生孩子 香港出生率一直在下跌 从60年代 每年有11万新生儿 到97年跌到了6万 那么去年跌到了3.25万 市民生报告说 2万元的营生钱将会在婴儿出生后派发 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领取 香港育儿成本全球最高 所以 恒生银行去年调查显示 香港育儿成本一年平均是28万 把孩子养到22岁要624万 香港派给2万 你出2万他出600万 你说怎么可能 基本上 李家超也没有,这也不是他发明的 他基本上是抄其他 中国城市的政策 对香港没有用 基本上李家超 一个警察啥都不会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统计局数据 彩装无效 中国经济遏制化前景已成共识 今天我们的主题会比较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运 10月18号在记者会上公布了第3季度经济增长是4.9% 高于市场预期的4.5%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开始受到西方经济界的质疑 盛来指出前三季度这个GDP的金额是 913027亿,增长5.2% 那么第1季度增长4.5 第2季度增长6.3,第3季度增长4.9 盛来运说 如果完全要完成今年预期的目标 4季度 只要增长4.4% 就可以完成全年5%左右的预期预期目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对完成今年的预期目标非常有信心 那么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这个9月份的经济数据 工业增长4.5 消费品零售5.5 城镇调查失业率5 这个房地产投资下降9.1% 商品房销售8.48亿平方米下跌7.5% 那么中国官方数据无论是按年还是按季 都远远超过市场预期 实现全年目标似乎毫无学念 不过 标准普尔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路易凯斯提出质疑 他说最近几个星期的经济指标显示复苏的迹象 但是应该审慎 对这个数据应该谨慎 他说 他关注到官方 中国官方估计估算 工业生产者出厂指数PPI的通缩方法 他说统计局只公布了今年头9个月 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下跌3.1 但是没有提供第3季度PPI的数据 路易凯斯估计第3季度 的PPI可能是下跌3.3% 他说 PPI下跌的情况下 国家统计局高估了实际增长 而增长 增长是严重夸大 路易凯斯指出 工业部门的产值占中国GDP的40% 民意增长跟实际增长存在差异 存在差距 所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民意增长的增加值只增长了1.2% 实际增长强劲的多达到4%以上 他说第3季度的情况可能比第2季度好 但是大家感受到经济不如数据的表现 实际上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我们看出 看到网友贴出来的投票数据 投票的问题是 在国内你直观感受最近两到三个月经济复苏了吗 这个问题得到了 1092次的投票 投票的结果是 有复苏 很明显 那10.8% 有复苏 很轻微 24.6 没复苏 再停滞或者是倒退 49.7 在国外没感受14.9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将近一半的投票都认为 经济在停滞甚至在倒退 那认为有复苏不管明显还是不明显的 只占到了35% 所以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大家的感受 和国家统计局的差距非常的大 中国经济有那么高的增长吗 如果经济有那么高的增长 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家政治局 开会 为什么天天在出政策 天天出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理由在哪里 台湾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的教授 孙国祥指出 不管是恒大或者是其他 房地产商 制造的房地产泡沫化 中国房地产的效应还在持续消化中 他说中国目前形塑的统计数据 是为了让国际社会 觉得中国经济的问题没有外界想象的严重 中国想表示中国官方现在想的是 怎么样弥合 他公布的统计数据 不要太偏颇 让人觉得不相信 他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统计数字 是包装过 让外界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数据 另外第3季度经济 按季度增长1.3 远远高于 外界预期的0.9% 同时第2季度按季增长从7月份的0.8% 下调到0.5% 把这个上个季度的数据调低一点 那这个数据的数据就上来,因为是跟上个季度 上个季度的数据比较 那么 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会定期修订GDP的历史数据 但是这会导致巨大的变化 过去一年国家统计局修订的数据频率 非常的高 引起了越来越的 以前中国统计局不修订数据 那么过去一年修订越来越多 那今年8月份中国下调了 去年的 出口数字 还有今年年初的出口数字 那么其中包括今年年初 涨得很厉害的数字 那么美国银行分析师欧阳苗说 在解读中国第3季度强劲的数据的时候 你要把上一个季度 下调的数据 作为一个背景来解读 意思就是 第三季度的数据为什么这么强劲,因为他把第2季度的数据调低了 那么高盛也因应统计局的修正 把中国经济 增长预期预测 从5.4调到5.3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林亚林分析说 由于一连串的刺激政策 消费零售有一点翻转是正常的 但是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看 8月份有一点反弹 9月份又回到了0 数字有好有坏 所以 虽然讲经济复苏有一点点迹象 但复苏基础并不那么稳固 长期来看 对整个经济增长 并不那么乐观 而且 中国连续的不公布青年失业率 之前是超过20% 现在不知道青年就业的问题是怎么解决 目前来看这些数据 比较有翻转 有 是翻转有些呈现衰退 他说9月10月是地方政府专项债 使用的高峰 至少在地方政府专项债 整个额度用完的时候 应该对拉抬经济增长有帮助 那么发债 发债完会再创一波这个高峰 那么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的所长 刘孟静说 房地产持续下跌还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现在虽然实施了认房不认贷的政策 房地产泡沫问题持续发酵 所以 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跌 是可以 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是可以预期的 路透社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之后发现 中国9月份新建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下跌0.2% 同比下跌0.1% 连续三个月的下跌 其中一线城市 环比下跌0.2 由0.2 跌0.2转为持平 二线城市 跌0.3 比上个月扩大 三线城市跌0.3 数据显示 中国政府过去一两个月吧 持续 推出政策 重振房地产市场 但是房地产市场持续的低迷 那么尽管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 说四季度经济增长 只要不低于4.4 就可以完成全年目标 这个声音来说 他非常有信心 但是美国主流媒体指出 在房地产 在房地产行业 局势好转之前 任何乐观的预测 都缺乏可靠的支撑 那么去年中国是处于疫情严控的阶段 经济增长几乎是停滞 所以为今年提供了很低的增长激素 所以同比数据 并不能反映目前经济的实际 状况 这话说得非常的对 中国去年这个时候 都关在家里 你拿今年的数据跟去年比 当然不好 所以环比数据显示 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只有0.5 三季度 增长是1.3 经济增长的增幅 同比要小 比这个 环比同比要小得多 伦敦经济咨询公司叫埃诺多经济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戴安娜乔伊列瓦表示 把现在的经济和一年前的经济比较 是不公平的 当时中国很多人困在家里 这种比较无法告诉你现在的经济走向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核心是房地产市场 房价的长期下跌 剥夺了很多家庭财富 他们就不敢花钱 那么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疲软 使得中国经济持续排除在 通缩的边缘 纽约时报报导说房价的下跌引发了开发商的破产潮 导致建筑业陷入了低迷 CNN指出 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房地产行业 依然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今年头9个月 中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跌了9.1% CNN认为已经持续两年的 这个债务危机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将会在 今后的3到5年当中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构成非常严重的危险 很多中国人对中国的汽车出口感到高兴 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但是这个增长点似乎正在引发新的问题 欧洲 欧盟委员会启动了对中国电动车的反捕跌调查 如果进展顺利欧盟可能会在明年夏天对中国电动车 遵受惩罚性关税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美国摩根大通银行认为 经济增长放缓到4.1% 明年 那么低于今年5%左右 巴克莱的预期值只有4% 理由是中国政府明年推出的刺激政策 会大大减少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 瑞银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是最兴奋的投资银行 瑞银说 第三季度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形势大幅好转 他提高今明两年的经济预测 今年是从4.8调到5.2 明年是4.2调到4.4 不过瑞银也警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预料房地产 这个市场趋向稳定 销售动工面积跟投资下跌 会放缓 仍然是下跌但是会放缓 明年房地产行业对经济拖累的效应 会有所减弱 减弱多少没说 政府可能会向房地产开发商 和烂尾楼项目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 瑞银说全球科技周期有触底的迹象 中国出口下降渴望停止 预计未来几个月利率会再下调 10个基点人民行为地方特殊在融资债券 提供流动性支持 今年总额是不超过1.5 1.5万亿人民币 瑞银认为今年余下的时间 中央政府不大可能出现 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 预计明年财政赤字 和地方债的限额将会超过今年的水平 不过基础设施投资 可能略微减速 这是瑞银的看法 不过呢 华尔街日报 今天的报道是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走出疲软期 但是未来前景变得更加暗淡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随着长期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市场 陷入长期低迷 中国经济正步入 低速增长的阶段 那么低速增长 零售增长推动第3季度增长速度达到4.9 这些数据表明 最近的刺激措施 已经稳定了经济,中国有望实现 5%的增长目标,尽管如此 华尔街日报警告说 中国经济依然脆弱,长期前景暗淡 那么最近几个星期 众多的经济学家纷纷调低了对中国经济长期预测的 长期增长 预测 也同时上调了短期的预测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 本月把中国经济明年的增长预测 从4.5 调到4.2 那么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7年 中国经济增长 从去年预测的4.6 直接调到了3.7 去年10月份 他对27年的增长预测 是4.6 上个星期 把4.6调到了3.7 那么英国的牛津经济研究院上个星期 把未来5年 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从4.5 调到4 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 他们把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预测 从 增长 将会持续放缓 到2030年会跌到多少 3%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 史坚道说 如果投资者要担心,你就担心长期 不是短期 那么但是 最大的影响速度,影响因素是什么 影响是房地产市场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产业 已经几乎解体 这是个非常 这是个非常严厉的描述 他说尽管中国各个省和地方政府放松了限制 并且实施了其他的优惠政策 来吸引购房者 但是 房地产销售历然低迷 从长远来看 人口老龄化 住房自由率提高都会削弱需求 那么另外一个研究机构叫绝对策略研究研究公司 他的经济学家亚当沃尔夫认为 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严重依赖房地产市场 但是房地产 房地产业占经济的比重 已经跌到了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他认为 地方政府可能因此被迫放缓对基建的投资 并削减工业补贴,沃尔夫说 明年对经济增长的整体 拖累可能会更加严重,而不是放缓 他说明年这个房地产市场 他预计未来几年 经济增长可能会跌到 三或者是更低 基本上现在的经济学家正在形成一种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 中国经济前景暗淡 那么另外 就是 中国经济前景暗淡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什么 疫情 很多人开始质疑 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恢复到疫情前 带来的影响 就是像疫情前那种活跃水平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卢慧茨表示 各种 各种指标显示 中国经济活动 稳定的 比疫情前低板入 就是中国经济各个指标 这个比这个疫情前要低板入 这个情况非常稳定 奴资会上个星期公布的报告指出 这一切的数据表明 可能由于支出和投资模式 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 就是疫情 那么中国经济受疫情重创 它产生的永久性产出损失 远远超出预期 所以你现在基本上看 高频数据基本上都比2019年要低5%左右 稳定这个数据很稳定 从长期来看中国还面临着 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 中国的生产力增长停滞不前 人口老龄化严重 战务水平不断的上升 渣打银行手机经济学家丁爽指出 美国对技术出口的限制和对华投资的限制 再加上私人投资的低迷 将会制约中国生产效率的提升 他说在没有重大政策改革的情况下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 将会呈下降趋势 另一个问题是 中国的政策应对 落后于现实 没办法产生有效性影响 摩格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刑志强说 因为最高领导层现在追求的是经济增长以外的多重目标 那么习近平强调什么 国家安全 他要求中国准备好和西方 和美国及其盟国 一旦发生重大冲突 这是他的工作重点 而不是寻求经济增长 习志强说 政策制定者需要推出更多的措施 来重振经济 否则就有可能陷入 债务 通缩 这个通缩的这种怪圈 就是 通缩和金融困境相互强化 那么而且私营部门就是私营企业受信心不足的困扰 总结 归根结底 就业市场需要持续的改善 消费者需要持续的消费 但是如果房地产市场再次跳水 那这种趋势就难以持续,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夏天结束的时候 为中国经济花了个彩妆 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走出困境 华尔街日报另外发表了一篇更加严厉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财政和金融失衡严重 中国可能爆发,警惕中国可能爆发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报告 我后面讲 他报道指出,中国的财政和金融失衡状况非常严重 将这个国家带入一个未知领域 甚至因为他的巨大体量 将全世界带入一个未知领域 他说人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经济 以及如今集权与习近平一个人的领导层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对这种压力 他看到了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上个星期发 发表的一系列的报告 他说这一系列的报告 揭示了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 中国第三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 4.9% 但是 中期前景已经明显的恶化 这是第1第2 IMF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了对中国政府赤字的预测 到2028年 中国的赤字和GDP之比 将由现在的7.1升到7.8 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融资就是隐形债 大举借款 那么目前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他的这个债务总额 和GDP之比 是45 如果把它算到中国政府的债务 到2027年中国的债务总额和GDP之比 就会上升到150 比意大利的140亿还要高 随着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土地出让金已经枯竭 地方政府在偿还债务方面困难重重 所以 IMF估计 30%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就无法生存,要破产 这对中国的银行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些银行 大概持有80%的地方债 所以IMF估计 这些债务重组的成本一半 就让中国的银行 背负 4,650亿美元的 减值支出 就是亏损 那么这会使得 吸收亏损的资本和资产 下降多少?1.7个百分点 所以IMF做了一个模拟 这个模拟的中国的模拟场景 就是三年内 经济增长只有1% 不是5%,房地产贬值 结果是什么 结果到2025年就是后年 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 从去年的11% 一下子跌到7.1% 做了一个压力测试 这个压力测试是所有地区当中最差的 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贷款损失的越多 银行放贷就越少 银行放贷越少,地方政府借不到钱 就会削减投资和地方 这个社会服务 那么经济增长跟房地产的价值就会进一步的下降 就是恶性循环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他说有些危机是 今年累月 积攒下来 比如说 70年代的西班牙 80年代的美国 以及90年代的瑞典和日本的金融危机 那这个熔顶集团的中国市场研究总监 Witt 说 Logan Witt说 中国的金融危机 不会源于外部冲击 而是市场价格下跌造成的 资产突然重估 就是房价下跌 投资者认为政府会 支持他们的资产 却发现政府支持不了 危机就爆发了 Witt说 金融市场需要快速的对这些风险重新定价 另外 彼得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马永哲说 中国的债务规模太大 经济增长速度太慢 所以不可能像20年前一样 把这个不良贷款掩盖起来 他说在习近平治下 治理质量已经恶化 所以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直接来看就是一场金融危机 这就是 华尔街日报的第2篇报道 第2篇报道写得非常的 非常的惊悚,因为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地方债 缺乏认识 当他突然发现 中国还有一大块地方债 西方国家看到都是中央政府的债 没有看到地方债,地方债突然跑出来 96万亿 疯了 都快 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 整个的西方的经济界对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判断 并没有受到 国家统计局第3季度的数据的影响 都认为 中长期中国经济是黯淡的 金融危机 就在底下隐藏的 什么时候爆发 就要看 看情况怎么发展 好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有点boring,因为数字,大量的数字,大量的看法 但是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基本上 我们把这个过去 国家统计局昨天 开完记者会 之后 主要的媒体 主要的 这个财经媒体 和他们对中国的第3季度的看法 我大体上梳理了一遍,所以消耗了很多的时间 那么总体来说两点,第一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现在开始有人质疑,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标普的经济学家就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例子 但是这有点困难,质疑有点困难,因为数据在别人手里 但是他数据矛盾是可以看出来的 所以大家在质疑他的时候,主要是用矛盾的数据来 来分析,这是一头,另外一个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并没有改变 西方经济界,甚至投资银行 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和看法 只有一家机构 呼应 瑞银 瑞银在呼应 其他都没有改变,这是第1个,第2个 显然地方债的危机 开始 进入西方的视野当中 因为MF的报告 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重要 当MF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我相信 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 会调整一个档次 一个非常大的档次 所以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主题讲这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视频下方有链接 两个特点 第一,没有广告 第二 可以有音频服务,那么如果开车上下班的可以订购我们的Patreon服务 没有没有看到呢 没有啊 什么情况 出什么状况了,我没看到我们的问题 什么情况呢,出什么状况了,我看看 呃 呃 没有啊 没有,没有问题啊,没人准备 没有准备,忘记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呃 我们 我们互动宝贝,我们互动宝贝放假了 我忘记这件事情了 那怎么办,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能不能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准备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提啊,我看看 抱歉我完全忘记了这事情 呃,观点 今天王老师说到五年后的情景 虽然我觉得没那么夸张,但万一实现 当中的30% 就算打三,但三者也相当恐怖,OK 五年后的情景啊 你看的是 直播二的内容对吗,那不是我说,那是网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嗯,这种情况,当然 我把它放到节目当中,有一些网友提出的一些看法,我把它放到节目当中去 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整理的资料非常的 非常的有价值 就是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思考方式 就是我在直播二,上个直播二 找的那些资料 他的方式就是对照文革时代,文革时代的生活场景 他来描述一下,习近平再干五年,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思考方式值得参考 我来再来看一下啊 抱歉,我忘记了 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提问 上一期你把习比作明末从真 实际上明末的覆灭是由清军入关主要导火所所致 如今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外力的 趋势 我不大相信共产党自然瓦解 能够让西方的民主自由解放 中国人 清军是其中一个原因吧,清军其中是一个原因,当然清军其中一个原因是 明朝整个都覆灭 但是真正 重真死是因为什么 李志诚破城了嘛 攻破了 攻破了北京城嘛 清军入关是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看成两个原因,第一原因就是 李志诚 李志诚攻破北京城 那你算不算他负面,也算他负面嘛,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仅仅是说 你只考虑 清军入关的因素 好像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 你说 那以此说没有外力就没有共产党不会下台,也不一定 我们不能这么讲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没有外力的因素 中共会不会自行瓦解呢,我不觉得他会自行瓦解 那你当中国人是什么 对吗 这个不完整 我看一下,情况,我是做生意的,也是炒股的 很清楚 很清楚的是国内经济消费峰值在2017年第3季度 汽车手机鞋 服 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连续每个季度的下滑 当即开启的严厉环保破产很多小企业,是的 环保那次是 观点 中国社会的稳定 除了经济增长 还有游戏把原本街上溜达的小混合们 关进了网吧或者是家里的功劳 尤其是失业率走高时 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还能靠玩游戏消磨时间 等什么时候逼得年轻人不玩游戏,不再给游戏充值了 反倒是他们要增加更多的维稳经费的时候 游戏是什么 游戏是另外一个世界 互联网也是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时空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玩游戏 游戏是其实是他在经营另外一个人生 我在这里活得不愉快,我在这里没有 实现我的 这个 雄才大略,我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去实现 所以这是很多人 获得他的一种快感的一种方式 观点,除了美国的打压之外 中国200斤出台对外不友善的法令也是让外资 止步的原因,美国打压谁呢 以前在中国有大钱可赚 外资就忍了 此一时彼此 只能说自作念不可活 观点 突然想起了 塔勒布那些各类预测家们 优雅的坐在办公室里 收集各路来路不明的数据 依照类似中型曲线的数学模型来计算结果 以此为生 非常可笑 他们说服自己去相信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和宣传 那你对经济学家非常的不了解 你在那里优雅的收集各种来路不明的数据 那显然是你对这个行业的污蔑 经济分析是个非常严谨非常艰苦的工作 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够骗一大堆钱的事情 你也干了 对吗 经济学家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艰苦 你不要以为那是个简单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非常 轻松的就把钱赚了的 这是不对的 这是对经济学家的污蔑,经济学家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会改变很多东西 观点,中国朝代的覆灭大多是天灾造成 人民吃不饱,铤而走险 现在枪杆子在中共手里 要推翻只有靠军队 不一定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中华民国的建立,满清政府的 下台就不是你说的那样 请问王老师你好,请问如何可以报名 应聘互动宝贝,我刚到美国很想报名应聘 参加王老师的团队 我们的互动宝贝呢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公开招聘,因为 互动宝贝需要 很长时间的 就是稳定的工作时间 我们暂时还没有开放 提问,王老师认为中共有没有可能通过提升社会福利的方式来提振内需 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总额的 比重,甚至比非洲最穷的国家还要惨 中共根本没有做这方面的预算 所以你说要提高 那 在他最有钱的时候 他都没有提高过 他都没有一分钱增加过 我不相信现在他没钱了他会增加,理解吗 现在的问题是 有人说啊我们就不去投了,我们不去 政府就不要去搞那些投资了 把那些先拿来给福利 我不相信中共会这么干 因为在中共的价值观当中 老百姓是什么 老百姓是他们实现政治 政治议程的一个原材料 他为什么给他福利,他从来没给过福利 中共从建国到现在,建政到现在从来没给过老百姓福利 他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给老百姓福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相信这一点 那你说给老百姓福利就会 就会产生内需 我也不相信 为什么 那是这样 中国的老百姓现在的缺的是什么 你要分不同的层次,中产阶级缺的什么,缺的是安稳的工作 中产最缺的是安稳,安定感 但是恰恰就是他没有安定感 这是中产的问题 低下阶层没钱 就是没钱 吃不饱 或者是招不保息 所以这两个层次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低下层次的你给他福利 他拿到福利他就花掉 但是他拿到福利花掉,他对整个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大的贡献 为什么 他那些都是吃东西的 食品之处 生存性的之处 所以总的来说你要真的刺激内需其实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中产 最没安定感是中产 中产没有安定感他就不花钱 他不花钱 就没有消费 核心的问题在这里 好了我就没有了吧 是不是已经没问题了观点我看一下刚才看这个观点 好了没了 没问题了吧 还有问题吗提问 观点股票行李有人回过神来,中特估是割韭菜的骗局了 现在才 早看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了 我们早就说过 提问王老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 您的工作时间这么长,好像没有见你休息 休假 你是怎么调节工作和生活,不会觉得有时候身体符合不了 会的 会的 有的时候大家会看见我样子比较疲劳的样子 有的时候特别是直播二,直播二有的时候会 会觉得疲劳的样子,因为直播一结束,然后如果下午没有休息好 会觉得疲劳 因为的确工作时间很长 那怎么办,怎么去协调他 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点就是纪律 因为我们工作时间很长 那你比如说我下午一定要睡一觉,下午如果不睡觉的话晚上我就 肯定是 肯定是会疯掉的 所以下午一定要睡觉 所以睡觉是个什么,睡觉是个纪律你必须睡 你不能用刷手机刷旺节那不行 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纪律 纪律就是 早晨起来你要必须起床 闹钟一响,六点钟闹钟一响 你就要一咕噜爬起来 这是纪律 然后你一咕噜爬起来刷洗脸去坐到办公室 去开始开会,这是因为我们同事都在都在线上等着 这都是纪律,下午你要睡觉 到时候你就要去睡觉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非常重要的原则 到了星期天你就好好的休息放松,就不要想其他的事情 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其实 就是 有规律的生活,有规律的作息 然后坚持 这背后的是什么,背后就是我们的新闻理想 当然我们 我们是一群怀着这种新闻理想的人在做这件事情 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后面总是觉得 你在做一个让你有价值的事情,让你高兴的事情 这是核心的问题 提问,中共目前能否掌握真实的失业数据令人怀疑,就像动态清零的后期 摆烂摆 躺平不是下面官员而已 上面也是这样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老是觉得 就是国家统计局造假的数据会把所有人都骗了,或者是 习近平不了解这个红墙外的情况 那你们真的不了解中共手上有什么 中共手上他有的政策工具非常多 中共最厉害的是什么 中共最厉害的就是对付老百姓 所以他手上对付老百姓的工具那真的是一大把 所以我经常讲 习近平想要知道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没有难度 他没有难度,不困难 而且他想知道 他很快就会知道 这个 所以大家不要做这方面的预期 不要以这个为前提去预期 这是因为习近平不知道造成的 不是的 他就算知道 他非常的了解情况 他也想不出来办法 为什么 他就那点本事 理解吗 这是个问题的根本,这是第1个 第2个 还有一点 就是 国家统计局出了假的数字 我们用他会不会被误导 这里面有两点 大家知道 经济是什么 经济是个线性的行为 什么叫线性 线是什么 线就是有无数的点构成 无数的点,连续的点就是一条线 那么实际上国家统计局他做数据造假 他不能够乱造假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造假就是 我跌版的10,我变成了涨版的10,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构成一个线性的线条 线性的线条他就没办法,那就乱掉了,乱掉了他没办法造假 因为数据跟数据之间是有规律的 他是互相制约的,理解吗 你要造假的话你就 你只能在某个程度上造假,我跌版的10,我变成跌版的2,或者跌版的3 甚至跌版的5 我不敢变成 跌版的10,变成涨版的2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在线性这条线性的这个数据上 你会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个巨大的缺口是没办法掩盖的 这是个问题 所以呢没有人会被统计局欺骗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经济是个线性的过程 所以统计数据也是个线性的过程 他有历史数据可以参考可以分析的 所以 经济分析很难被骗,这是第1个 第2个 那为什么外国的这些 分析机构 都会用统计局的,包括我也用统计数据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要知道的 我就算统计局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数据 我们也只是用统计数据 来测量 或者是了解经济情况 理解吗 数字是 经济现象的一个表现 或者一个表征 你真正的情况 数字只能反映在一个点上,我们中国这个点了解这个情况就够了 所以 所有的经济学家还是会用 虽然他造假的数据也会用来分析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趋势是什么 就OK了 比如说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低 在低的状态下 你现在不是个高的状态 国家统计局开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记者会 意思就是我们经济现在很好 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今天我们这个题目 结果实际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 都没有用他,不去反驳他 并不意味着就接受他 大家还是在说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这件事情不复杂 并不复杂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统计局 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有些人你只是 你只是一开始蒙蔽一下,但是持续一个过程很快就会知道 好吧 好,KNX谢谢,给王先生鼓掌和致敬,没有 互动宝贝,节目也不能够不受影响继续进行 OK 是的,是的,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的互动是这样的 后来为了提高互动效率才会有互动宝贝 提问,王老师有哪几个 几中全会有消息,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没开 今年这么特殊 现在10月中 特殊的,今年有点特殊的原因是因为 到了10月中下旬 还不知道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 这个有点特殊 理论上来说应该在10月份到11月份开 但现在还没消息,这有点 有点特殊 特殊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会不好开 为什么 你发现没有,习近平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行事不好不开会 行事不好不开会 中共还是有党内民主制度的 行事不好 党内的同志们还是会提意见的 提意见的脸上不好看 所以他就不开会 基本上是 观点,当下所有的矛盾都是新旧世界的矛盾 这是一个大时代 旧世界的末日即将到来,OK提问 请教王老师,既然北京一直想要干一些伪业,比如解决台湾问题 扩大国际影响力 但是与此同时又不断的破坏经济打击各行各业 请问王老师 请教 王老师 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 好问题,其实这是个好问题 习近平的问题是什么呢?习近平的问题是眼高手低 讲到底就是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想干翻事业 他想搞 他想继承毛泽东的一致 搞社会主义 搞社会主义 他认为毛泽东那个时候搞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 物质条件 社会发展水平不行 好,我们现在发展改革开放40年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基础 这个基础设施很好 我们 库房有很多钱 然后这里又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又有科技水平等等 好,现在搞 搞社会主义条件可以了 这习近平脑子就想这个事 那这一头呢,他想搞社会主义,这就开始 开始把很多东西要恢复起来 我搞社会主义嘛,恢复起来 那么供销社什么都在搞 武装部都在搞,民兵都跑出来了 但是 他没有了解一点 就是 如果他搞社会主义,经济会完蛋 理解吗?他不知道 过去40年 中国积累的这些财富,或者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中共不搞社会主义 中国政府不管经济 经济就会非常的好 他一直以为 都是我党干的好 我们领导大家干出来的社会主义 那是狗屁 他不了解 过去40年就是因为共产党忙着去贪污 贪污腐化去了,没管事 没管事,中国经济就挺好的 结果习近平回来管事了 这管事经济就完蛋 他不知道这个经济完蛋,是因为这个 核心的问题就在这 然后养了一群笨蛋 千里拍马屁的笨蛋 他们就专检他爱听的,王沪宁 像王沪宁,王沪宁最坏事 王沪宁讲的那些话都是习近平爱听的 都是大词 那这个 今年还好,今年这个王沪宁可能不写稿了,所以那些大词的稿子很少 而且去年,特别是20大之前,那些稿子写的 混账透顶 所以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其实呢,当经济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习近平想搞的所有的 事情 所有的政治 政治议程 都实现不了 什么台海问题,什么这个那个影响力 都没有 所有的影响都建立在一件事情的基础上 就是经济发展 但你现在经济不发展 那就完了 你跟西方国家再翻脸 原来这个共产党跟美国说 我们不搞共产主义了 我们跟世界接轨 跟国际接轨,跟国际接轨是什么 国际是谁,国际是美国 跟美国接轨不就是跟你模仿你 我们最后要变成你们那样的国家,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美国听得懂,美国当然听得懂,如果你是这样,那我就帮你呗 你现在不认账 你不认账,那我为什么跟你 跟你再合作 就不合作了 因为你要搞社会主义,那我们对我形成安全危险,我为什么要 帮你 所以现在美国的订单都跑 订单跑的原因 有主动的政治意识 还有被动的风险意识 有主动政治意识的,美国人其实很讲政治 我见过的外国人当中 最讲政治的国家老百姓 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讲政治比中国人还讲政治 所以 你别以为那些订单是因为仅仅是 出于逐利 不完全是 有些人就觉得 我不能够 制住共产党,我就走了 走了就走了 很多这样的人 好吧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就已经超过时间了 好吧,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 来搜紧